1978年,《国家地地》杂志头版刊登了一张惊人的大猩猩对着镜子自拍的照片 这是世人第一次看见这只名叫科科的布克斯伊的生物 它是一只低地大猩猩,已经学会了与人类交流 但它不仅仅是在药橡胶 它所说的话让全世界的科学家们都震惊不已 请继续观看,让我们一起了解一只猩猩是如何帮助我们 在人类历史上对动物行为取得的一些重要发现的 科科于1971年7月4日出生在旧金山动物园 它的全名是花活子,在日语中是烟花的孩子的意思 多么富有诗意的名字 直到它六个月大,它都和母亲一起住在动物园的大猩猩群里 但后来科科被诊断出患有疾病 不得不由人类在动物园的团所里抚养 当它慢慢康复时,这只小猩猩引起了当时心理学学生 弗朗辛·佩妮·帕特森的主意 佩妮认为,科科可能是一项革命性的新研究的完美灵长类动物 他提议,可以教这只小猩猩用手语与人类交谈 六个月后,1972年7月 科科被调到斯坦福大学 科科计划就此启动 在我们深入了解科科这个不可思议的故事之前 你为什么不先按一下点赞和订阅按钮呢? 我每天都会上传新的视频 涵盖从奇闻异事到轰动故事的方方面面 错过了就太可惜了 现在,让我们回到正题 这项研究是基于对一只名叫沃修的雌性黑猩猩的研究结果 沃修是第一只掌握人类语言的动物 沃修还是小崽子的时候就由人类抚养 1969年,作为研究的一部分 他被教授了美国手语 但更令人吃惊的是 他竟然用这些手势来表达情感 在此之前,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人类独有的 在1982年的一篇令人难以置信的报道中 一位名叫凯特·比奇的志愿者 与沃修一起工作时处于怀孕状态 沃修经常会用手语、宝宝来询问凯特怀孕的情况 并对他日渐隆起的肚子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不幸的是,最后凯特流产了 几周后,当他再次见到沃修时 他用手语告诉了黑猩猩 我的孩子死了,这个消息 但当沃修作出回应时 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他摸了摸自己的脸颊 然后在脸上画了一条线 这是哭的手语 黑猩猩是不会流泪的 但沃修却不知不觉地将人类的哭声与悲伤联系在了一起 这种反应出乎意料地具有人性和同情心 原来,沃修也曾在产后失去过两个孩子 并在产后表现出抑郁的迹象 也许他能理解凯特所经历的一切 然后,在凯特离开之前 他比划了,请紧紧抱住我 看来,他不希望凯特在没有情感支持的情况下离开 由于大猩猩的体型庞大且难以训练 以前从未考虑过将这些灵长类动物用于此类研究 因此,交一岁大的柯柯需要很多帮助 在项目开始的前11个月里 柯柯每周有10到20个小时 在一个或多个流利的美国手语者面前 他们通过两种方法教他手语 第一种方法叫塑造 老师会把他的手塑造成正确的形状和动作 第二种方法叫做模仿 即鼓励柯柯在老师做了手试后 模仿着做出相同的手试 在这里,佩妮先用手试表示糖果 然后让柯柯的手模仿这个手试 最后奖励他甜食 看起来比香蕉好吃多了 但是,研究人员怎么知道柯柯是真的在交流 还是仅仅是模仿老师与美味食物相关的行为呢? 在柯柯计划中 只有符合一些科学标准的标志才会被认为是可靠的 其中一项标准是 必须有两名独立观察者亲眼目睹并记录下来 这可以防止人们撒谎或对自己看到的东西产生误解 另一个标准是 可可必须在一个月中至少有一半的日子里自发地使用手试 这意味着手试既被记住了,也被学会了 最后,还必须恰当地使用手试 这样他才能学会与特定事物相关的特定手试 那么,有了这些科学依据 可可会多快学会这种新的外星语言呢? 令人惊奇的是,只用了几个星期的训练 可可就自己学会了第一个单词 非常接近于食物或吃 天呐,他简直就是我莫美以求的星星 接下来是更多 你可以看到他用指尖并拢 很快他就学会了喝 就像你在这里看到的那样 两年之后,他的教学时间增加到每天八个半小时 这比大多数学校的上课时间都长 如果可可能帮我参加微积分考试就好了 到三岁半时 可可的词汇量已经扩展到100个 符合最严格标准的手试 另外还有近300个他自发使用的手试 在这个年龄段 大多数人类儿童的词汇量约为1000个单词 尽管看起来差距很大 但可可并没有落后太多 事实上,他能使用的单词数量 与普通两岁儿童所掌握的单词数量相同 对于一只大猩猩来说 这样的进步是惊人的 到五岁时 他已经能经常使用500到600个手试 并能将手势连成一句话 来表达自己的愿望和需求 根据他的发育速度 判定他的智商约为85 从某种角度来看 人类的平均智商约为100 这意味着可可一定比佛罗里达州的 大多数人都要聪明 1972年到1982年间 可可每年学会的新单词数量 在22到200个之间 但他从未停止过学习 在这里 你可以看到他在2009年 第一次学会的手语蝴蝶 我想 有时候他真的是在自学成才 不过 可可的手语学习之路 并不是零基础的 佩妮后来发现 大猩猩和其他语言类 有一种自然的手试语言 虽然这种语言 比美国手语复杂得多 但语言类使用这些手试相互交流 这可以帮助解释 为什么可可能够如此迅速地 掌握人类手语 但是 他仍然需要调整 某些美国手语符号 以适应他那双星星大小的手 大猩猩的拇指与身体的其他部位的比例要小得多 这使得他很难做出字母K这样的手试 他的名字里有两个K 这对他来说是个挑战 于是 他将自己的名字的手试改成了简单的拍肩榜 通过这些改变 他创造了一种新的语言变体 叫做 大猩猩手语 1976年 可可的世界变得更大了 佩妮把另一只名叫迈克尔的小猩猩 引入了他的人类家庭 起初 这两只大猩猩相处得并不融洽 可可还没有准备好接手二胎 他们经常从玩耍打架发展到激烈的摔跤比赛 最后 他们开始喜欢上了彼此的陪伴 并开始玩被可可称为安静追逐的这个游戏 不过你可能更熟悉捉迷藏这个名字 安顿下来后 迈克尔开始学习手语 可可也在旁边帮助他 在短短的12个月里 他就学会了20多个手试 在大猩猩们的互动中 他们能够互相练习手语 迈克尔甚至教会了可可 两个不同研究人员的名字 分别叫英格里德和凯伦 幸运的是 当时凯伦的备忘录还没有流行起来 否则这个名字可能会被打成 我能和经理说话吗 尽管这两只大猩猩在成长过程中 取得了明显的进步 但它们对人类语言的掌握还远远不够 即使在它们的巅峰时期 可可知道1100多个手试 迈克尔知道大约600个手试 它们的词汇量中仍然有很多空白 这就意味着可可有时会过分概括 一个手试的含义 例如它会用吸管这个手试 来指代任何看起来像塑料吸管的东西 比如管子 笔 香烟 甚至汽车天线 考虑到这些小毛病 研究人员应该如何证明 大猩猩确实在学习手试 而不是仅仅猜测正确答案呢 这个棘手的难题被称为举证责任 自著名的聪明的汉斯事件以来 它一直是动物心理学中的一个难题 让我们暂时停止胡思乱想 回到20世纪初 走进一批名叫 聪明的汉斯的马的马 旧 汉斯被称为聪明不是没有原因的 这匹马显然会做数学题 他的驱马师 威廉 范 奥斯腾 教这匹马用题字敲击地面 来回答数学问题 所以 如果他问 6加15等于级 汉斯就会拍打马蹄21次 然后就会得到美味的食物 他几乎每次都能答对 甚至还能回答其他人的问题 但科学家们并不相信 经过一些严格的测试 他们发现 如果聪明的汉斯看不到考官 那么他就无法回答问题 事实是 汉斯不懂数学 但他能将考官的某些暗示 与最后的美味佳肴联系在一起 这些微小的暗示 比如低头看马蹄 并开始敲击 抬头看马蹄 或在下面做出评论 我会给我喜欢的评论进行回复的 绕了这么一大圈 让我们回到大猩猩身上 研究人员如何证明 科科和麦克尔真的是在学习手语 而不仅仅是将手势与食物联系在一起呢 为了证明科科比一般猩猩聪明 研究人员在科科4岁时 对他进行了一系列测试 测试中 一名研究人员将一件物品 放在一个装油透明玻璃板的盒子里 这样科科就能看到这件物品 而另一名研究人员却看不到 然后研究人员问科科盒子里是什么 第二名研究人员在任何时候 都看不到盒子里放了什么东西 这种测试被称为双膀测试 即测试结果不会受到人为干扰的影响 这些物品都是科科熟悉的 能打手势的东西 比如换灯机或花 在给他展示的50个项目中 他答对了31个 他有时会根据显示的物品种类出错 比如把糖果错当成饼干 有时 他使用的符号形式与答案相似 但并不完全正确 还有的时候 他会完全忽略问题 只要求打开盒子 打出钥匙 开 或钥匙 盒子 的手势 尽管离满分还差得很远 但62%的正确率 仍然是一个很高的成绩 最重要的是 这证明了科科并不像不太聪明的汉斯那样 需要研究人员或同伴的提示 但是 物品的名字只占科科和迈克尔词汇量的一部分 由于每天都与人打交道 情绪成为他们日常互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教给他们的不同情绪的手势 比如哭 爱 和悲伤 正如你所看到的 这些手势与人类的美国手语变体几乎完全相同 这有助于他们表达自己和讲述故事 但他们并不总是那么友善 迈克尔这时候已经是一只450磅重的雄性大猩猩了 他讲述了他婴儿时期的一件恐怖事件 当时有人问他 你妈妈怎么了 看看他用了哪些词语 南瓜肉大猩猩 口腔牙齿 大声哭闹 坏事麻烦看脸 割脖子女孩的嘴唇动 不需要科学家们就能知道这里面发生了什么糟糕的事情 迈克尔出生在非洲 当时 森林砍伐和狩猎将非洲大猩猩的生存逼到了绝境 从他的令人不安的描述中 研究人员相信迈克尔亲眼目睹了他的母亲被偷猎者杀害 这一可怕的事件使他成为了骨尔 并被关了起来 大猩猩在使用学新的语言表达他们对新认识的人的想法和意见时 也没有遇到困难 而且他们并不总是那么友善 1985年 当国家地理杂志的作家辛西亚·戈尼采访科科时 科科一开始似乎并不喜欢他 事实上 据哥尼回忆 科科用手语叫他厕所 看起来他也很有幽默感 不过 这些会说话的大猩猩并不都是厄运 悲观和态度恶劣的 他们身上还有很多奇闻异事 听起来可能很怪 但科科甚至对猫着了迷 1983年 他许愿在圣诞节得到一只属于自己的猫 研究人员给他买了一只毛绒玩具猫 但是当把猫送给他时 他却反复在比划沮丧的手语 于是 在那年他生日那天 他得到了自己真正的小猫 他给这只没有尾巴的小猫 举名为全球 因为它蜷缩起来的时候就像一个小球 他温柔地对待它 他们俩在一起玩了好几个小时 这对组合非常特别 科科抱着他的猫朋友的照片 还登上了国家地理杂志的封面 改变了全世界的人们 对这些令人深味的灵长类动物的看法 这个温馨的故事 甚至被拍成了一部16分半时长的电影 还出了一本书 但是 全球给科科上了重要的人生一课 一天晚上 小猫被扯撞了 黑妮不得不把这个噩耗告诉科科 他比我更勇敢 科科动情地拥有坏消息 伤心 皱眉和哭泣等手势反复回应 显然是在为失去心爱的小猫哀悼 科科和麦克尔都像世人展示了 大猩猩能够表达失去亲人和悲伤 等复杂的情感 他们与人类唯一正确的区别 似乎就是他们无法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情感 但是 科科对猫的喜爱并没有随着全球而消失 他很快又在其他几只小猫身上找到了新的寄托 他对它们同样温柔体贴 即使到了晚年 他对小猫就得痴迷 仍然牵动着全世界的心血 我的意思是 你想过大猩猩会把小猫放在他的头上吗 如果这还不能让你开怀大笑 那你一定是铁石心肠了 这只珍贵灵长类动物的故事 为他赢得了众多媒体的关注 来自四面八方的名人 很快就想与他共度美好的时光 2001年 喜剧演员罗宾·威廉姆斯 受邀与他见面 这位演员习惯于用他永恒的幽默 吸引成千上万的观众 但在这里 他的一个观众就完成了所有的表演 有一次 可可甚至拿起他的眼镜 模仿这位著名的滑稽演员 做了一次最好的表演 他们一起玩耍 他甚至试图掏他的口袋 逗得他哈哈大笑 但最令人惊讶的是 他似乎还能认出他来 当他拿到义和他的电影录像带时 他很快就指出了封面上的他 你认为他真的知道他是谁 还是这只是一个有趣的巧合 请在评论中告诉我 遗憾的是 2014年 当得知罗宾·威廉姆斯去世的消息后 可可不得不再次经历悲伤的煎熬 起初 他沉默不语 但当他看到一位在罗宾访问期间 曾与他共事的女士伤心欲绝时 他做出了女人和哭泣的手势 之后 可可变得一动不动 低着头 嘴唇颤抖 这只是另一个例子 说明可可可以与超越自我的事物 建立起联系 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到 动物是如何以一种 我们从未了解过的方式 与人建立联系的 尽管可可与人有很深的联系 但重要的是要记住 从根本上说 可可还是一只大猩猩 当他接近10岁时 他开始对生孩子表现出兴趣 不是人类婴儿 而是大猩猩婴儿 有一次 他指着一张猩猩妈妈和婴儿的图片 在上面签下了 我就是那个 他的生物中似乎开始滴答作响了 遗憾的是 在一次流产后 可可再也没能成为母亲 但这从未改变他的母性本能 他对待玩偶的方式 尤其是对待大猩猩玩偶的方式 显示了他养育子女的一面 他会移动玩偶的手 就像在教他们打手语一样 好笑要把他学到的一切都传授给他们 但是 正如我们在厕所事件中看到的那样 可可并不总是表现得那么天真无邪 三岁时 可可利用他的沟通能力 编造了他的第一个谎言 他在自己的窝里弄坏了一只玩具猫 但当他被问及此事时 他回答说 凯特 猫 显然是在甩锅他的一个研究员凯特 不过 可可的意思可能是 猫被弄坏时 凯特和他在一起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也无伤大雅 但另一件事却让可可手足无措 他坐在厨房的台子上 但台子承受不了一只五岁 近三百磅的大猩猩的重量 台子的顶部凹了进去 当佩妮质问他时 可可回答说 凯特 那里 不好 要么是凯特的体重和小猩猩一样重 要么就是可可真的很讨厌他 真是一只调皮的猩猩 不过 正如你所预料的那样 可可并不是唯一一只被抓到试图逃避责任的猩猩 有一次 迈克尔撕破了一个叫艾莉的来访志愿者的外套 当他问 谁撕破了我的外套 迈克尔做出了可可的手势 看来每个大猩猩都是为自己着想 当再次奔闻到这个问题时 他又大言不惨地把责任推给了佩妮 最后他终于自己承认了 比划了一下迈克尔 不过 可可和迈克尔的英语的关系还不止于手语 研究人员在这两只小猩猩学习手语的过程中 与他们进行了交谈 这样他们就能把词和手语的意义联系在一起了 你说出你的感受 很好 感觉很好 你 在那里 可以 当时人们认为动物几乎不可能理解人类的口头语言 这个观点甚至违背了语言发展的主要理论之一 即言语感知运动理论 该理论解释说 理解单词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知道如何说出来 例如 这个词是什么 反对教会与国家分开学说 你刚才是试着发音 还是按音节分解 这是你的运动系统在起作用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时会重复以前没听过的单词 或者为什么学说话的孩子会重复他们听过但不理解的短语 有人认为如果不能发音就无法理解语言 但是柯柯出现了 看看他是如何听从佩妮的口头指令的吧 再来一次 然后关掉 好吗 好的 还有谁现在完全惊呆了 柯柯年纪越大 他能回答的问题就越复杂 在这里 有人问他想如何扩大家庭 在不使用任何手语的情况下 佩妮向柯柯展示了四种选择 并询问柯柯最喜欢哪一种 柯柯不仅明白了 而且还选择了最接近大性性群体的方案 换句话说 这是最合适的选项 所以 这不仅仅是猜测 柯柯在一定程度上还能听懂英语 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不仅如此 柯柯还有一些单词的发音 想出了自己的手识 因为他无法在不知道正确手识的情况下 大声问如何表达 所以他必须发挥创造力 有一天柯柯想吃点东西 那是一种绿叶蔬菜混合物 在柯柯两餐之间给他吃 虽然他几乎每天都吃 也多次听说过他的名字 但从来没有给他过一个特定的手识 那么 当你不知道他的手识又不会说话时 该如何向他要东西呢 为了显示自己的聪明 他开始做这个手识 起初 这让饲养员们感到困惑 但后来他们意识到 他是在用手笔画眉毛 柯柯知道眉毛听起来很像这种食物的发音 通过这种联系 他就能表达这种意思了 他还编了一些手语组合 来扩大他对这个世界的了解 比如眼睛和帽子表示面具 手指和手镯表示戒指 真是个聪明的女孩啊 但这还不是全部 柯柯和麦克尔的毛绒绒的大袖子里 还藏着更多的创造才能 他们都喜欢画画 这让他们以另一种人类的方式来表达自己 麦克尔画了这幅画 取名为苹果追逐 在你我看来 这就像一个两岁的孩子在画布上尽情挥洒 但颜色和名字都非常重要 苹果是麦克尔最喜欢的狗的名字 它是一只黑白相间的小狗 经常在麦克尔的围栏周围和他玩追逐游戏 在给他的所有颜料中 他选择了黑白两色 并取名为苹果追逐 柯柯也是这样做的 他特意从调色版中选择了特定的颜色 用艺术的手法描绘了他所感受和看到的事物 比如爱 你可能以为他会用黄色来表示他对香蕉的喜爱 但与人类类似 他选择了粉色和橙色来代表温暖的感觉 还有人觉得橙色的斑点也有点像爱心吗 2015年 柯柯独特的声音被用来向全世界传达一个 威胁我们所有人的重要话题 NOE Conservation 是一家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法国慈善机构 它与大猩猩基金会的柯柯照料者合作 他们向柯柯介绍了即将召开的 联合国气候大会的利害关系 并询问了他的想法 看看他都说了些什么 我是花朵 动物 我是自然 柯柯喜欢人类 柯柯爱地球 但人类是愚蠢的 接着他表示 我们需要抓紧时间修复地球 大自然需要我们的帮助 最后还非常有礼貌地说了声谢谢 这比大多数人类更有礼貌 克利塔·图文伯格会为此感到骄傲的 虽然他的回答显然经过了大量编辑 也许他的回答并不完全是自发 但这些标志本身却是无可争议的 要我说 修复地球和愚蠢的人类的含义非常明确 不过 我们不知道柯柯是否真的理解气候变化 而且很遗憾 我们永远也不会理解 2018年 柯柯在睡梦中去世 享年46岁 他最好的朋友迈克尔 也在18年前 升入了空中的天堂丛林 这两只神奇的星星都证明了 见种交流是可能的 但柯柯也给人类留下了巨大的教训 他有情感深度 他可以像人类一样去爱 学习和悲伤 当然 仍有怀疑者存在 一些人指出 星星主要通过功能性手势进行交流 比如索要食物或玩具 或还有人声称 柯柯的手势是通过饲养员的提问激发出来的 不管你怎么想 有一点是明确的 柯柯给我们上了宝贵的一课 让我们了解了动物和人类之间的交流 可以说 他为星星迈出了一小步 为星星实现了一大步 那么 你从柯柯这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中 学到了什么呢 请在下面的评论中告诉我 谢谢观看